刘昊吃了一惊 先前他种种猜测 不祥问题居然出现在这里 纪新玄继续说道 所以皇上迟迟未能力处 而委任你坚果 不过是权益之计 只因除你之外 一众皇子当中 再无人可以独挡一面 如若你被赶下这个位置 不论哪一个皇子监国 都会沦为他人的傀儡 大提点乃是一介纯臣 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皇权外落 比起国之大计 王爷是不是害死了石公主 就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纪新玄分析的是彻头彻尾 刘浩目光闪烁不停 神情变坏 一会儿是笑 一会儿是皱眉 好半场才平静下来 府长说 哦 原来如此 照你这么说 大提点 却会力保本王才是 话虽如此 王爷 切不可大意 大提点是不会与你为难 但是薛家不会善罢甘休 我想 除了孔齐这个人正之外 他们手中一定还有别的后照 哼 只要大提点不与我为难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薛家 王爷有什么好主意 哦 早些时候 父皇只派给了我一件拆事 让我追查 景臣在回京途中 遇险是何人所为 由于没什么线索 就搁浅下来 一直到不久前 宫中下令 张贴黄榜 通缉一名要犯 薛家的一个总管被抓了起来 之后我打听到 是景臣进宫 成了一幅画像 据说呢 他遭人劫持的时候 见过此人 我才断定 景臣 玉贤和薛家脱不了关系 你不是说过吗 景臣正是所谓的大安货子 他的命数和我朝是息息相关 一旦他出了事 势必天下会大乱 届时乱臣贼子 才有可乘之机 薛家有谋逆之心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既然薛灵男要和我翻旧账 那我也无需同他客气 他可以让孔奇指认我残害手足 难道我就不能让人指认他谋反吗 到时候啊 他是自身难保 弹劾向本王问罪 刘浩早就想 拿此事做文章 搞垮学家 只是担心他形势太过激进 大提点会出面干预 缺少大提点的扶持 这个坚国之位 他也坐不稳 但是现在 他没了这一层顾忌 大可以放手去做 王爷有勇有谋 何愁大事不成呢 季心玄是真心的称赞 刘浩看着他白皙无瑕的脸蛋 静在咫尺 就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冷香 心中一动 抬手勾起了他的下巴 扬起声调 方才本王答应你一件事 你想要什么 季心玄没有躲避他的轻薄之举 低眉顺眼道 我想出门一趟 求王爷准许 话音一落 下汗便传来了一阵疼痛 眼前刘浩眼中 静着寒光捏紧了他的下巴 提声道 让本王猜猜 你要出门 是想去找你那位 无所不知的师父吗 季心玄触着眉 忍痛道 是我 闷在这府中 时日太久 想要到外出走走 王爷不幸大可以派人跟着我 本王认识的季心玄 的确不是个安于后宅的女子 你却能为了这个孩子 自甘收复 本王真想知道 孩子的亲身父亲是谁 能让你这样死心塌地地 为他延续相会 季心玄紧抿着双唇 沉默不语 刘潭笑了笑松开了他 起身往外走 啊 还你那天想要外出 派人知会本王一生 这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季心玄望着他的背影 在平分后消失 轻轻地揉着下巴 脸上哪里还有半分的七处 他的神情平静地吓人 嘴角那一抹讥讽 尤为分明 你哪里知道 这个孩子 才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宁王府午宴上发生的事儿 长了翅膀似的飞进了宫中 瑞皇后不到晚上就得了信 当时就摔碎了他心爱的羊脂玉栽 然后在请殿静坐了半个时辰 直到天黑下来 正上宫几次在门外提醒他时辰到了 他才喊人进来伺候更衣 白嫁中翠宫 除夕夜宫中没有大宴 但是年夜饭还是要吃的 只不过皇上不在 一群嫔妃宁愿各吃各的 瑞皇后也就没有把人都叫到他 西务宫来讨闲 皇后驾到 中翠宫刚刚摆好了席面 薛贵妃没有出门迎接 等到瑞皇后进到殿内 才叫宫女搀扶她起来 无需多礼 妹妹坐下吧 瑞皇后看着薛贵妃 不胜脂粉的憔悴模样 心情是相当的复杂 她一面嫉妒这个女人 曾经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一面又觉得 她和自己是同变相连 薛贵妃挺着大肚子坐了下来 对着瑞皇后微微笑道 啊 今年除夕冷清的不像话 姐姐莫不是觉得孤单 特来寻我作伴 没有接话 瑞皇后行至桌边 挥秀对殿内的侍从道 你们都先下去吧 有一半人起先没有动 见到薛贵妃摆手 才相继的倒退出去 很快的 空荡荡的殿雨中 就剩下瑞皇后和薛贵妃两个人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瑞皇后最先开口 她双目微微的泛红 像是极力压抑着脾气 薛贵妃 本宫要你一句实话 我的摇耳究竟死于何人之手 薛贵妃的闺名乃是一个贺字 贺乃赤红之色 许久没有人叫起她这个名字 薛贵妃先是晃了一下神 抬头看着瑞皇后 嘴角的笑容渐渐的冷却 是谁害死石公主 皇后不该问我 该问问你自己 宁王的手脚的确是干净 但是瑞皇后的亲生女儿 她岂能不知 只要用心追查 一定能找出蛛丝马迹 可是瑞皇后就算是猜到了元凶是谁 也不会伸张出去 三年前 瑞皇后正是凭借石公主之死 狠狠地将她打压下去 尝到了甜头 这三年以来 瑞皇后也是凭借石公主之死 一拳一脚地往她头上踩 事到如今 她又跑来兴师问罪 做出这副悲愤交加的样子 给谁看呢 瑞皇后将直了几倍 她能读懂对面 那个女人眼中的不齿与鼻翼 却发不起火来 因为她的底气不足 因为她心虚 皇后当真不知 学贵妃冷笑道 哼 石公主虽然在深宫之中 却与一名外臣私相授授 早在我侄儿之前 就与人私定了终身 言之那名男子 是故意引诱她 她却为了摆脱皇上的止婚 听信他人的奸计 在观海楼上 纵身一跃投入湖中 陷害给了我那小侄女 其料 人算 不如天算 到头来 她一命呜呼 害了别人 更害了她自己 殿内是灯火通明 照得瑞皇后 是面色如指 别说了 不是你要问的吗 皇后你猜 刚才我说的那些事 皇上他知不知情 我猜呀 她是知道的 这宫里有什么事 能瞒得住皇上的呢 可她明明知道 是谁害死了你的宝贝女儿 却始终没有惩戒 那个罪魁祸首 人就是宠爱有加 至于病重之时 让那狼心狗肺的东西 担当了监国大任 这是不是意味着 皇上他根本就没有 把你这个皇后 放在眼里呢 闭嘴 哦 对了 还有早早就夭折的五皇子 那可是皇上的嫡子 就那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至今也没有找到凶手 唉 真是可怜哪 我让你闭嘴 瑞皇后面目猙獰地盯着薛贵妃 人前的雍容宽和全不见了 大有她再多说一个字 就要和她拼命的架势 薛贵妃却是笑了 毫不畏惧地补了她最后一刀 听说 淑妃前日去你那儿 讨了东宫的锁印 说是该让宁王牵进去 方便宁王处理朝政 不知道皇后 她没答应啊 瑞皇后是怒到了顶点 手心都被抓破了 一双眼睛似火烧红 她几次呼吸 就在薛贵妃的面前紧闭双眼 慢慢地血色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过了一会儿 她猛地睁开眼睛 定定地望着薛贵妃 哑声道 本宫与你联手 势必将宁王逐出京城 薛贵妃病态的脸上 泛起了一抹艳艳的笑容 大年初一 新年星期下 昨晚一家人 守岁到半夜也不觉得累 于叔清早起来 就带着于小秀 去给家里的长辈们磕头 吃了早点 裴静带着夫人女儿 一起赶了过来 一时间子孙满堂 赫老太太身为两家唯一的老人 红包一个接一个地往外发 破了财 反而笑得开了花 街头青春的鞭炮声响不停 不时的友人登门拜年 多是冲着于叔来的 也有贺方之的友人和邻里人家 值得一提的是 静王府也派了一位管事过来 说吉祥话 顺带也有静王的一副 亲笔字画赠予于于叔 等人走后 裴静就和贺方之讨论 哎呀 想不到静王殿下如此的平易近人 实在不像是外边谣传的清高孤傲 于叔的心中不以为然 原先他也被流弹的沉默寡言唬住过 直到薛瑞出世 才看透了他是个薄情寡义之徒 而经是惺惺作态 不过是因为他有交好的价值 一个上午就在迎客送客中度过 饶是于叔只说了几句客气话 也觉得累人 快到中午 他一直等的人总算是来了 昨日宁王府宴赛 薛瑞就和他说好了今天会来 其实按道理应该他到薛府去给薛相爷拜年 出于种种原因 才换成了是薛瑞来找他 听到下人禀报 于叔就起身出了客厅迎人 远远的就看见了薛瑞一身的新衣新貌 气宇轩昂 身后跟着两个仆丛 抱着什么东西从大门的方向走过来 薛瑞也看到了他 面上不禁挂起了笑 一直来到了他的面前站住脚步 微微的仰头 打亮着台阶上亭亭玉丽的家人 只见他一膝颖摆底子掐腰断傲 直捅长裙 起脚绣着一圈银红的寒淡寒包玉放 与他肩头一圈火攻的狐皮被子摇香灰影 称得他是肤色明媚 眉目动人 更让他欢喜的是 他虽没有佩戴几件首饰 但那拆头与耳当 每一件都是用他精挑细选的 朱玉宝石打造的 男人大多是有这样的虚荣 希望心爱之人 衣食住行 都布下他人之手 他也不例外 两个人就处在客厅的门口 默默传情 要不是贺方之出声喊人 就是站上一个时辰都不觉得冷 之儿给两位叔伯拜年 祝何家欢喜 连年有余 薛瑞一进门就居身行礼 贺方之是泰然受之 倒是裴静摇手站起来必过了 论辈分 薛瑞是晚辈 但是再怎么说 他都是朝廷的命官 就算他和余叔是兄妹相称 裴静自知一介商人 担不起他的败见 见此情景 薛瑞尽管无奈 但也没有赶着上来认清 免得被未来岳父和旧丈人 瞧出端倪 在客厅里没坐多大一会儿 余叔就寻了由头 说带薛瑞去见贺老太太和赵慧 两个人离开人前 总算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可惜 谈的不是风花雪月 而是时政药文 哎 昨天你和我说的话 我回家想了想才明白 大提点把孔气带走 只要问一问 就能变真假 知道石公主 确实死于宁王的陷阱 但他未必 就会公正的处理 没有选女叔和天命太古 皇上是不能选定继承人 所以要扶植宁王 一旦宁王坐实了 残害手足的罪名 那 这坚国之位 势必要换人来做呀 眼见宁王倒霉 于书是光顾着幸灾乐祸 薛瑞却断定 宁王倒台不见得是好事 他本身对政治是一窍不通 但在薛瑞的耳濡目染之下 也渐渐地学会了如何审视朝局 嗯 正是如此 薛瑞与他并肩行走 一手握着他 将他牵细的手指收拢进袖口 众皇子中 没有宁王可以独当一面 其余的 且要仰仗外戚鼻息 从古至今 皇权罪即落入外姓人手 所以大提点 不但不会揭发宁王的罪行 为了顾全大局 甚至要袒护宁王 于书皱眉说 就算是大提点 也不能颠倒黑白吧 如果罪证确凿 宁王被定罪 又该当如何呢 我真是到了那一步 但看最后 大权落入何人之手 那个人 便是妄图杀害你这 破命人的真凶 或许是我祖父 也或许另有他人 薛瑞一语惊人 于书猛地站住了脚步 惊疑不定地看着他 从他那次失踪到现在 他们两个人 一直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他虽然怀疑 景臣遇险和太史书院的凶案 都是薛灵男暗中指使 却从来没有向薛瑞求证 只怕让他为难 此刻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抛白 却让他不知所措 薛瑞拽紧了他的手 目光毫不闪躲 你不想让我为难 我却不能装龙作压 之前不与你说 只因我也辩不清是非 但我知道 那幕后的元凶 图谋依旧 就是为了篡权夺位 命亡以爱 你我无力插手 只需睁大眼睛看着 始终时间 终有定夺 终有定备的